兄弟们 不是法拉利基地风露润怎么行 时代式的微蓝6太有性价比 咱说10万块钱 你整个这衰衰稀稀的小旅行车 周末没事出门转悠一圈 日子你就过去吧 谁输掉能过你啊 别客微蓝6啊 等会你先别急的反驳我 你就说它是不是旅行车吧 你想到底这样帅不帅吧 首先咱来看这个潮流的外形 这个流线的车身 从你的审美来看 是不是还挺帅 来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想象一下 如果说你整个躲着黄 那这小姿态 这不就是咱们年轻人玩蛇的感觉吗 帅就完事了 那咱再说到这个价位 有那机智的小伙伴就说 那几万块不小小车吗 城区里带来不得了呗 那想自驾游那么开玩笑吗 我不开玩笑啊兄弟 430公里的续航达成率90% 你要是周末城市周边游啥 那更往返的 不用充电 那远点 你说省内 那也不随便糟吗 那我是是内蒙的呢 不是 你找茬是不是 其次啊 咱们来算个账 430公里乘以90% 再乘以每公里店价值 啊 糊是吧 嗯 那一公里 最低八分多钱 那基本上这成本就胡萝卜不羁 哪怕你说啊 你空调就得拉满 就那一吹点小风 一公里最贵就是毛多吧 跟白开有啥区别 那有兄弟又担心了 这修车它会不会 不会啊 单店终身质保 放心开就完事了 接下来重点啊 拿笔记啊 来进屋 支持CarPlay和CarLife的车技啊 实话讲 我真心觉得CarPlay好用 还有就是远景天幕 跟后排出风口 咱们就是说吧 是啥好说的呀 不是 你那话是不点命了 他说他十万不到 他给你那么多 还用啥自行车啊 哥们 我对讲 说到这个自行车 很多朋友乐意在自驾游的时候 整上一条条小记性 咱在后边来 给你看一下这空间 这是美人鱼啊 拍照 快拍照 咱说我这一米八三 二百来斤都能随便的 但随随便便放个自行车 放点行李箱 整个烧口架 露营帐篷啥的 那完全没毛病嘛 咱说就不整帐篷了 二排一放倒 换人床吗 那不是 而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 大几万块钱 可能也就是几台 阿芬手机的价格 是吧 你整个别克微蓝6 日和远方 说走就走 要我说挺值的